好,各位同學,那這一節課呢 我們要來把我們的模型 把它轉換成TensorFlow Lite的模型 那我們TensorFlow Lite的模型 它最終是長這個樣子 是名稱然後.tflite 那這一個就是我們最終的TensorFlow Lite 所使用的模型的檔案格式 那我們所轉換的模型 是使用我們訓練好的這個CKPT的這個模型 也就是說我們訓練好的不是會產生 在我們的training裡面會產生很多CKPT嗎 那我們就挑選了它的那個MAP最佳的那一個CKPT 來做轉換 但是我們這個轉換不是直接從這個 CKPT直接轉這個Tflite 我們是要先把它轉成Tflite graph.pb的這個中介的檔案 然後再把它轉成TensorFlow Lite的這個檔案 那它的轉換非常的簡單 我們只需要用ExportTflite SSD graph 就可以把我們這個CKPT 把它轉成我們的Tflite graph.pb的這個檔案 然後再使用Tflite converter的這個指令 再把這個轉成 這個detector.tflite這個檔案 這樣子就完成轉換了 非常簡單只需要打兩個指令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要打兩個指令呢 你想說老師為什麼 Google不直接打一個指令 就把它從這個 轉換到這個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我們自己去打兩個指令 其實通常轉Tflite 方式都是只要用Tflite converter 的這個指令就可以把模型轉換過來了 那為什麼這裡不行呢 因為我們的物件檢測裡面 它裡面包含了一些比較複雜的層 是Tflite它沒有辦法去使用的 所以我們就必須把那一些 它沒辦法使用的那些層 把它拿掉 ExportTflite SSD graph 就是在做 把這裡面沒有辦法轉成Tflite的 這一些層把它拿掉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中介層的 Tflite graph.pb的這個檔案 然後呢 這時候才可以正常的去 用Tflite converter 轉成我們最終的TensorFlow Lite的模型 所以才會有兩個動作 那不過呢用起來也都很簡單 只需要在 命令指令列 貼上兩個指令 就可以把這一個 把它轉換成這一個了 不過這邊呢 我們也會看到說 它這個名稱是 Export Tflite SSD 看這個名字就知道說我們只能去轉換 SSD的模型 那FastRC-NN 目前呢 還沒有辦法 在FastRC-NN裡面有太多的神經層呢 是現在TensorFlow Lite 所沒有支援的 其實轉換過去也沒有太大的意思 它是要在我們的 遷入式裝置上面去使用 FastRC-NN 它的運算量 非常的龐大 通常呢 沒辦法得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就算可以轉換過去 它的效果呢 也非常的不好 所以呢他們現在啊 也就只有針對SSD的這種模型呢 去做轉換 那我們上一節課啊都一直在講說 那轉TensorFlow Lite 它有很多好處 它可以提升速度啊 降低空間啊 而且呢 它還可以到我們的Android iOS 還有網頁上呢 還有遷入式裝置啊 上面去做使用 但是啊它的缺點呢 其實也不少 TensorFlow Lite 它沒辦法去支援一些比較複雜的神經層 所以啊它會失去一些功能 例如說呢像我們的自動縮放圖形的這個功能啊 就會被拿掉 在TensorFlow Lite上面呢 我們必須把我們照相機啊上面所看到的圖形呢 先把它縮放成我們神經網路它可以吃的解析度 通常是300x300 然後呢在未給我們的神經網路它才能夠做判斷 不像我們在PC這邊啊 我們不管那個圖形的大小的解析度是多少 我們就直接把它給我們的 那個神經網路啊 它就自動幫我們去做物件檢測了 非常的方便 那正是呢到我們的TensorFlow Lite裡面的時候呢 我們就必須要把 這件動作啊 變成我們自己把它完成 通常啊是把 這個解析度呢縮放成300x300 再輸入到我們的神經網路層裡面去 它才能夠正常的運作 而且啊它還會 稍稍的去降低啊它的檢測能力 也就是它的NAP呢會稍微的降低一點點 但是呢這種降低呢是非常划算的 用速度啊來交換一點點的 這種NAP啊是非常值得的 雖然說啊它的轉換過程啊非常簡單 但是呢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啊我們還是要先了解一下 那首先我們先了解的是啊是優化策略 那通常啊大部分的這一種優化的過程呢 它的策略啊都是自動的 它會自動的把它調成一個最佳的狀態 但是呢 所以有一個策略啊是要由你來做決定的 就是把這個模型的精度啊 把它從 32位元的把它降成16位元呢 或是8位元 或者是呢不要降 就是使用32位元 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啊 在我們的神經網路裡面 它其實就是一堆變數 然後這些變數呢就代表它神經元裡面的神經鍵啊 那這裡呢每一個參數啊 我們都是使用 Float32位元呢 去把它做表示 就是說我們使用32個bit 的1010呢去表示一個參數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呢把它改用 16個位元 去表示一個參數 或是更激烈的我們使用8位元啊 去表示一個參數 這樣子呢也可以達到相同的運算 可是那你就會說老師啊那本來的精準度啊有32位元這麼長 你把一下子把它從32位元降到 8位元 它的精準度是不是就會降低很多了 這樣想是非常正確的 的確是這個樣子 但是很有趣的是啊 在我們的神經網路裡面呢 32位元把它降到8位元之後的誤差呢 居然 不會差很多 但是呢卻可以提升速度 所以呢他們就會覺得說這好像是蠻可行的一個策略 但是呢在TensorFlow Lite這邊的converter裡面啊我找不到16位元的轉換 我在猜可能是因為它的16位元呢 並沒有提升太多的速度 所以呢它最後啊只留下32位元跟8位元兩種 讓你去做轉換 所以呢我們這邊啊先 稍微比較一下 如果說你把它優化成32位元跟優化成8位元啊 會有什麼差別 首先呢 在儲存空間上啊就會立刻的減少4倍了 例如說呢當我們使用32位元的TensorFlow Lite 在SSD MobileNet V2呢 需要17MB 那如果說呢我們把它轉換成8位元的時候呢 它只需要4.52MB 我們這空間啊就直接縮小了4倍 那你就會說哇老師很棒啊 我們的空間縮小了4倍 那我們的速度啊是不是也就提升了4倍呢 非常可惜的是 速度的提升呢要看CPU的特性 因為通常像我們的 Intel或AMD的CPU啊它是屬於X86系統 那X86系統呢它基本上都是32位元 或是64位元 也就是說啊它一個指令進去CPU裡面運算啊就是32位元進去32位元出來 或是64位元進去64位元出來 所以呢它為了 要符合它的32位元跟64位元的CPU去做運算啊 它還要再多一道指令去做換算 所以呢在X86這邊啊沒有得到速度上的提升 反而速度變得更慢 我們發現到啊我們一般的模型呢它只要38個ms就可以運算一個畫面了 但是呢當我們轉成TensorFlow Lite 32位元的時候呢 它反而速度提升到了113ms 速度反而變更慢了 32位元把它優化成8位元的時候呢 它的速度啊反而又更慢了跑到400個ms才能夠有一個畫面 那在我們的PC上啊就完全沒有得到任何的好處了 而且呢 它的精準度啊還會有所犧牲 所以在X86上面啊就不適合做這樣子的一個優化 但是呢在On上面的Linux啊它的答案呢就不一樣了 在我們On上面的Linux就像我們的樹莓派啊 在我們的一般的模型呢你去跑的時候呢大概會是355個ms才會得到一個畫面 但是當你轉換成TensorFlow Lite的時候呢 它只需要261個ms呢就可以完成一個畫面的檢測了 那當我們把它轉成8位元的時候呢它又可以更進步到只需要222個ms 那這樣子的轉換啊非常的划算因為呢 在這個過程啊你只需要打兩個指令啊就可以把你的速度啊 提升了將近1.6倍 好那我們速度提升了之後呢相對啊我們就會犧牲一點點的精準度 好那像我們的Model Loop這邊呢 它就有稍微跟我們提一下說那精準度會下降多少呢 那我們這邊Mobionet V1這個原本的這個模型啊 它的MAP呢是21 但是呢你使用8位元啊就是Quantanized的這個模型的時候呢 它的MAP就下降到18 但是很有趣的是當我們的Mobionet V2啊 它的MAP可以到22 但是呢它的Quantanized啊 它的Quantanized 一樣是22喔 沒什麼下降 所以老師個人呢是比較蠻偏好 喜歡這一個的 那這邊呢也需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Quantanized的這一個 這個關鍵字啊是在告訴你說 只有這一個模型呢 它可以優化成8bit的模型 其他的模型呢 你只能優化成32位元的Float 那就是說如果說你的目標啊 最終呢是希望說能夠得到8bit的優化 那你呢就需要去使用這個 Quantanized的這個模型呢 去做訓練 要不然呢最終啊你是沒有辦法把它轉成8位元的 好在介紹那麼多觀念之後啊 其實啊很簡單啊 只要打兩個指令啊 就可以把我們的模型呢把它轉換到我們的TensorFlow Lite模型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實際的做一下 把我們的訓練好的這個模型啊把它轉成TensorFlow Lite的模型 那我們首先呢要先把我們這個訓練好的模型啊 把它轉換成我們的中介模型 也就是這個TF Lite Graph.pb的這個檔案 那我們要使用這個Export TF Lite SSD Graph.py的這個程式呢 來做轉換 這個程式呢它在我們的Object Detection API裡面 那我們去把它給複製過來把它放到我們的Class7當中 那首先呢我們先進到我們的Object Detection API的資料夾裡面 那我們進到我們的Model Master 然後進到我們的Research 然後這邊看到我們的Object Detection 那進來之後呢我們就會看到這邊有一個ExportTF Lite SSD Graph.py的這個檔案呢 我們把它給複製 然後呢在我們的Class7當中啊把它給貼上 那這樣子呢等一下呢我們就可以使用這一個 去把我們的訓練好的模型呢把它轉換成我們的 中介的模型 好那現在呢我們打開我們的指令記錄表 好打開指令記錄表之後呢我們看到這邊一個 SSD模型會出成TF Lite Graph的 中介模型 那老師啊先把指令把它給解釋一下 等一下呢我們會用Python啊去執行這一個 Python的程式 那它需要三個參數 第一個呢是我們Puppet Lite的這個路徑 那第二個呢是輸入我們所要轉換的模型 然後呢第三個是我們輸出模型的路徑 那它名稱是固定的我們怎樣 我們只能夠給它指定路徑而已 它的名稱是固定成為 TF Lite Graph.pb 那我們先開啟一個記事本 然後啊我們把這個樣板指令把它給複製過來 以方便啊我們等一下呢去修改這個模型路徑呢還有它這個訓練次數 好那我回到我們的class 7當中 那現在啊我們要去轉換的模型呢是這個SSD MobileNet V2 OID V4 2018 1212 所以呢它的Puppet Lite Configure啊就在這個地方 OK那老師呢已經把它訓練好了 老師覺得這個模型已經不錯了所以等一下呢 老師呢要把這個模型啊把它轉換成我們的中介模型 所以呢我們這邊啊就把272722次把它填過來 好那這邊啊就是要把它填上 27272722次 好那這樣子呢都已經準備好我們的指令的時候呢這時候啊我們就開啟我們的Anacata的Plant 好因為我們現在的這一個轉換指令呢它 只能夠針對TensorFlow 1.0 那我們在安裝的時候啊這個Base呢它就是TensorFlow1.0 所以呢這邊我們就不做切換 好那我們把資料夾 把它切到我們的class 7當中 好那這時候呢把我們的指令啊把它給貼上 然後執行 OK執行完成之後呢我們要回到我們的Trainin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就會發現啊它這邊多了一個資料夾叫做FelzenTFModel 就代表它已經轉換完成了然後它的模型呢在這裡有一個TFLite Graph.pb的檔案 那這樣子呢我們就完成了把訓練好的這個模型呢把它轉成 TFLiteGraph.pb的這個中介模型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把這個 TFLiteGraph.pb的這個檔案啊 把它轉換成我們最終TensorFlow Lite的模型 那我們要使用的指令啊是 TFLiteConverter的這個指令 那打開我們的指令紀錄表 那我們現在要把我們的中介模型啊把它轉換成TensorFlow Lite的模型呢 我們只要使用這個TFLite.comverter這個指令啊 就可以把它給轉換過去了 那首先啊你要給他說它的輸出檔案啊 要放到哪裡而且檔名呢是什麼 那這一個呢就是要去指定啊它的中介模型 那這個input alice啊是在指定說我們輸入的資料形別啊它是一個圖形的資料形別 那它輸入的陣列大小啊是 1,300,300,300,3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只有一張圖片會輸入 然後它的解析度啊是300x300 那它的顏色呢是RGB所以後面呢是接一個3的陣列 那這個300x300是從哪裡來的 這個資訊呢可以在poplite.config裡面可以看得到 好那我們來到我們class 7當中啊 因為我們現在轉換的是這一個模型嘛 那我們就進來看一下它的poplite.config OK那一進來的時候呢我們就可以看到說它 這邊啊就有寫說它的固定的形狀呢 是高度300寬度300 所以呢這邊啊我們就幫它打上說它的輸入形狀啊是300x300 OK OK那這個是模型它的轉換類別呢是要轉換成32位元 float 還是要轉換成int的8位元 如果說你要轉換成32位元呢你就直接在這邊 給它一個float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要轉換的是8位元呢你還要再另外給它兩個參數 一個是VinValues 一個是StdValues的這一個 輸入那兩個參數的意思呢其實是在告訴我們的程式啊 如何去把我們的輸入的資料呢把它正規化 通常我們的神經網路的輸入啊 通常是介於-1到1之間的輸入是比較好的 但是因為我們的圖形啊它是使用RGB三個顏色呢 每個顏色的範圍啊是0到255 那怎麼把這個0到255啊把它轉換成-1到1之間呢 從0到25啊把它切一半 一半呢就是128 所以呢它就是數字呢int的數字呢去減掉128 然後呢我們再把它除以128 這樣子呢它就會得到 很接近於-1到1之間的數字 那其實呢他們會說這樣子的公式呢就是說 他們把他們的數字啊去減掉一個平均值 平均值就是128 然後呢再除以他們的標準差 在一個數據裡面當中呢它大部分的數據啊都會落在-1到1之間 所以啊這邊呢等一下我們的參數啊就會給它說VinValue啊就等128 StdValue啊等128 好那我們回到這邊來 那這樣子看呢就比較清楚了 我們現在啊整個模型呢要優化成8位元 那我們這個公式啊這兩個參數呢是128跟128 好這樣就可以幫助我們把圖形啊轉換成標準化 那接下來呢這個是設定輸出節點的名稱 這個名稱呢它不會再變動了 你只需要再跟著這樣子打就可以了 Allocaster OPS啊是要說我們允許呢 由我們自己定義的神經網路層 在我們的物件檢測裡面呢這個選項啊一定要把它給打開 那我們這邊呢會做變動的呢就只有說你要轉換成32位元 或是轉換成8位元 兩個可以做選擇而已 那解析度呢其實通常也不太會做變動 因為 老師這邊所轉換的Mobionet V1 Mobionet V2啊 它的解析度呢都是300x300 所以老師這邊啊就給了兩個樣板指令 一個是呢你要轉成float 一個呢是要轉成8位元 那因為我們現在呢 老師這個模型啊它是32位元的模型 它不能轉換成8位元 所以呢我們就把這一行指令啊 直接把它整個複製 然後呢貼到我們的命令指令列 你可以去做執行啊 這樣就可以完成轉換了 非常的簡單 貼到我們的命令指令列裡面來 那它轉換完成之後呢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來到我們的training裡面 那這邊啊我們進到我們的Folzen TF model 那進來呢我們就會看到這個detect32.tflite 就是我們已經把我們的模型啊把它轉換成我們TensorFlow Lite的模型了 那這樣子呢我們就完成了 Float的轉換 那我們的模型呢只需要使用這個detect32.tflite 那剩下的這個中介模型呢就不需要了 那我們只需要把這個模型啊把它給複製出來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給複製 然後回到我們的class7當中 來到我們的model 那這邊呢我們再新增一個新的資料夾 那我們把我們的模型啊把它放到這個資料夾裡面 好 那放到這個資料夾裡面啊我們還缺少labelmap 那我們labelmap在我們的data裡面 那我們去把它給複製過來 好那這樣子呢我們就有模型 還有labelmap 那如果說我們要部署的時候呢就可以把這一個整個資料夾把它 複製到我們的目標裝置上面去做 執行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已經示範過Float32的轉換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 8位元的轉換 好首先我們到model路裡面來 那老師有說過要選擇quantized的這個模型啊 才能夠轉換成8位元 所以這邊呢你可以選擇這一個 或這一個 或是這一個 這三個呢才可以轉換成我們的8位元的模型 那老師選擇 這個 SSD MobileNet V2 Quantized 的這個coco的這個模型啊 然後把它給下載下來 那下載完之後呢 老師把它解壓縮到我們的class7當中 然後進來呢 修改它的pulet.config 然後呢把它修改成了我們這一邊要訓練的 模型的參數 那跟其他模型比較不一樣的是啊 它這邊有一個graph rewrite 那根據官方的說法是說當它超過這個次數的時候呢 它會把模型啊 把它真正調整了8位元然後去做一個校正 所以呢最好呢你的訓練次數啊是要超過這一個 次數 那修改完pulet.config之後開始去做訓練啊 那在訓練完成之後呢 老師覺得這個56052次啊 是它比較好的一個結果 所以呢我希望說把這個56052次啊 把它輸出成TensorFlow Lite的模型 所以呢現在我們就來示範 把這個模型把它轉換成8位元的TensorFlow Lite 那首先呢我們就打開我們的指令紀錄表 那一樣的呢我們要先把它轉換成我們的中介模型 所以呢我們就把這一個啊 指令把它給複製 然後呢在我們的筆記本啊把它給貼上 好讓我們等一下呢可以去做修改 好那我們的模型路徑呢是這個 那我們的訓練次數呢是這個56052 好那我們就把這個指令啊把它 貼到我們的命令指令級上 好轉換完成之後啊我們來看一下 在我們的Tensor 在我們的training裡面啊就多一個資料夾 叫做Folzen TF Model 我們進來看一下 好那它就已經幫我們把模型呢轉換成我們的中介模型 TFLiteGraph.pb的這個檔案 好那我們現在呢要把這個中介模型啊把它轉換成我們最終的TensorFlow Lite的模型 好那打開我們的指令紀錄表 那我們這邊啊只需要去複製 這個指令啊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把我們的中介模型呢把它轉換成我們的8位元的TensorFlow Lite的模型 好轉換完成之後呢 我們的Folzen TFModel裡面啊它就多了一個檔案叫做detail8.tflite 那你會看到它的大小啊只有4MB多而已 確定它就是我們的8位元的模型 那我們就把這個模型啊把它給複製 然後啊把它放到我們的 Model裡面 然後呢一樣把它放到forclare.tflite的這一個資料夾裡面 好那這樣子呢我們這個資料夾裡面啊它就有兩個模型 一個呢是32位元的float模型 一個是8位元的模型 那我們這樣子呢就示範了兩種轉換模型的方式 下一節課呢我們就可以把這些模型啊把它拿來使用